关心地方建设 台七十四线自2013年底全线通车之后 为市区交通联系带来不少便利 不过却有部分路段缺乏找到通行 让民众往往要绕远路 浪费行车时间 也增加交通拥塞机会 引来不少民怨 为此台中市交通局已经规划 东区大理雾峰等处增设交流道 预定1月开始办理土地征收等相关事宜 不过目前因为预算卡关 使得计划恐怕是遭到延宕 由于攸关这地区数十万人口出入 地方希望市医会尽快达成共识 让交通建设早日推动 联络台七十四线的大理德方南路 及环中东路 光是飞上下班期间 车流量就不小 一道交通尖峰期更是惊人 为了疏解车潮减少绕远路时间 市府预计在这里新增一处 北上闸道 不过因为预算卡关 计划恐怕又会遭到延宕 在这个比较重大建设 在大理地区本来这个七十四号线 市政府规划了三个闸道 那么这个高工局 它会陨落要来这个做设计 甚至要做发包的动作 去年的时候交通局已经编列了 在今年的预算里头 那么今年的预算里头 算是新的一个科目 它并不是延续性的 因为去年没有 那么今年新加入了这个预算 若是照这样子的一个进度来讲 这个我们的预算还是被挡住的话 那么整个的这个建设就会延荡下来 受影响的除了这处闸道 还有东区六顺桥以南的南下路口闸道 以及大理雾峰南北双向皆可进出的大理雾峰闸道 台窃寺新生扎道工程 地方乡亲争取已久 好不容易定案 现在又因为预算问题面临延荡危机 让地方市心急如焚 好不容易 这个市政府要凭这个预算要做 那么我站在八岁里头就是说 我们政党被政党 计划大家要团结 替地方来争取这个福利 地方的经营埋董 要来继续做下去 这个预算不通过 所以我看你面对他说你政党 你没有去政党 我说现在就去弄掉了 我希望我们这里弄掉了 才会议员 这个大家都走得到 这个杂道如果好 也是大家这都没分力 大家都会走 这就拜托 由于攸关这地区数十万人口进出 交通建设不能等 地方也希望市议会尽快达成共识 让总预算早日过关 使得建设能够早日推动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